特殊交友圈传染COVID-19新冠肺炎的原因,从公式介绍简维宣寿医师三个月定期筛减艾滋看部分同性恋的危险性行为 7月27、2021,为免无名化同性恋,媒体都以特殊交友圈报道新冠传染,但却有部分同性恋危险性行为 公式主题之夜曾邀,简维宣寿医师现身说法,他说曾与HRV代言者危险性行为,事后去筛减艾滋,之后也继续与他人危险性行为 并未因为以前遇过HRV代言者而有绝对应该进行安全性行为的想法,他之所以不排除危险性行为,按他的原话是这与人跟人之间的亲密感有关 点,首先先定义危险性行为,一危险性行为之范围标准第二条为危险性行为之范围,只为经隔绝器关联模获提议而直接接触 且经医学评估有重大传染风险造成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性行为,简单一句话,就是未代保险套进行性行为 其次,污名化同性恋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部分同性恋者烂交与没有固定的性伴侣 确实,异性恋者也有许多人烂交与没有固定的性伴侣,而且进行的是危险性行为 像总统府发言人丁允公就11名女记者多次怀孕,民进党立委范云及赖品于立委还说风凉化性教育非常重要,好像在批女记者 那,部分同性恋者进行危险性行为,立委范云及赖品于立委有没有出来说话,根据简维宣兽医师犀利的发言,他3到6个月就会进行艾滋筛检,他等结果时会非常煎熬 邓惠文,精神科医师,问他是不是会进行没有保护的性行为,简维宣兽医说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亲密感,是有相互连结的,所以他会跟对象进行危险性行为 邓惠文,精神科医师,又问他有没有跟交往过的人事后才发现其代言,简维宣兽医说没有交往过,但是有在发生过一些危险性行为之后,对方才告诉他是代言者 重点来了,有简维宣兽医的说法可知,他不认为危险性行为的前提建立在交往,而且没交往也未知对方是否感染就可以进行危险性行为 邓惠文,精神科医师,追问是否从此就进行安全性行为了,简维宣兽医说他仍然有危险性行为,只是会担心夜路走多了总会有碰到鬼的一天 另外一个知名网红四叉猫他表示因为他有偶像包袱,是为服部的保险套代言人,所以他都会进行安全性行为 我可能带回来的,都是已经认识我的就算我不想带,他们也会嘲笑一下说你不是那个保险套代言人 由这两位代表性人物的发言可知,他们之前同时进行的不管是危险性行为或安全性行为的对象,不但是复数,也未必是交往对象 话说回来,异性恋发生这种事的情况也很多见,异性恋也有可能带员HRV或其他性病 因此,重点是某些进行危险性行为的人无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除了会增加传染HRV或其他性病的几率外 对新冠肺炎的传播,当然也很有可能 然而,为了不污名化同性恋,正当化危险性行为的言论当然不应该 许多道摩铁Motel进行多人的同性或异性危险性行为,在新冠肺炎流行的此时,有必要禁止 至于部分同性恋理所当然的为交往多重性伴侣,在台湾异性恋环境中,有没有堂而皇之的公开说明,大家可以好好研究 那你做过艾滋筛检吗? 有,我以前在单身的时候还蛮定期都会去做 因为维缺现在是已婚,我们要先恭喜他,他是刚结婚 对,因为新婚之后就是你知道,已经慢慢进入老夫老妻的状态 虽然才刚新婚了 新婚的人都有很好的信任感到 那以前是多频繁的做? 以前大概是三到六个月会定期去筛检 三到六个月,这是很密集的一种检查 大概就像是定期去检查牙齿一样,就是一个健康的检查 我不等你们在场有三个月检查一次牙齿这么乖 那那个检查是什么心情? 我觉得其实就是出于一个对自己健康状态的了解程度 那在等结果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煎熬,但我觉得其实每一次煎熬的程度都会逐渐下降 那大家其实都会觉得一些没有保护性行为会跟HIV跟艾滋病毒有关 可是是不是还是有时候会情不自禁需要进行没有保护的行为? 对你而言还是会有可能? 因为他其实蛮跟人跟人之间的亲密感是有相互连接的 那你有遇过交往过的人事后才知道他代源吗? 没有交往过,但是有在发生过一些危险性行为之后 那对方才告诉我说,其实他原来是代源者 那还跟我说,其实如果你想去 虽然他现在有再稳定的服药 那其实只要HIV的患者才有稳定服药 病毒量到一个低的程度,倒测不到是他其实没有传染力的 所以那时候回到这些事情 因为其实一个人他有代源并不代表他是艾滋病的患者 因为如果他是有控制或者说病毒不可侦射到的范围 他就不会有传染性 原来控制的艾滋代源者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那后来会不会因为这样你就再也不进行危险的性行为? 有啊,每次都感觉说我会不会有一天就是夜路走多的钟都碰到鬼的一天 那并没有让你从此就百分之百的都会进行安全性行为 你有时候也还是不排除会没有保护,是什么情况? 润滑多一点或是不要进行体内的内设的话 而且可以大大减少感染的程度 所以大家还是觉得戴保险套会相当的干扰乐趣是不是? 所以仍然有这个冒险的存在必要吗? 对我来说是啦 对,那士叉帽你觉得说 我觉得还好 而且因为我有... 等一下还好是哪里好? 我觉得就是影响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对,你而言不排斥戴保险套 对,第一个就是不会排斥 第二个,有一些偶像包袱在 我可能带回来的都是已经认识我的 所以会造成说就算不想带他们也会嘲笑一下说 哎,你不是那个保险套... 啊,因为你是代言的 所以士叉帽曾经是这个艾滋防治的 那个就是卫福部的那个广告 帮他们拍了几支,对 你是支持安全性行为 要全程使用保险套 还要用水性的润滑衣 对,你一定要用水性,这很重要 是,为什么要用水性? 因为如果你用油性的话,保险套会破裂 你看我们的节目多么有风呢